喜气洋洋的吊饰 还有竹雕光影的幸福通道迎接 新北市三重园区岁末祝福 人气很旺 一进大厅就有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 从来没有去试过的一个新的事物 你会感觉你会很专心 然后专心你其他事情都不会去想 你只是想把它做好而已 所以感觉就像在抒压 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 因为会中高兴我们也高兴 然后我们也可以来个国际赈灾随喜 我是觉得是OK的 古增演奏 情音悠扬 营造出迎新年的氛围 王宿美两年前罹患肺腺癌 如今抗癌成功也把握时间付出 不要因为说我的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就没有出来了 也不能这样 我反而是我还是要多参与多接触 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妙手申华的手语表演 主角是社区的长辈 最年长的84岁 手脚依旧灵活 来这里很高兴 每天都很快乐 所以你来这里也很快乐 很快乐 很快乐 我就是这样很高兴 我都爱在家 从镜丝金社法师手中接过符慧红包 也接下一整年满满的祝福 这些事情 还能让人说很感动 大家都很有心 不同年龄的志工发挥身体的良能 共同成就这场岁末相聚的盛会 让众人在感恩之余 也体悟到要及时心善的重要 大约新闻是赛美志工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